F16戰機 國軍弟兄忙進忙出 再三確認機身是否安全無余 花蓮強陣不只民生方面飽受肆虐 如今就連軍方也傳出災情 花蓮空軍基地第五連隊傳出至少六架 F16以及兩架F5戰機受損 空軍司令部第一時間證實 卻有此事 不過也澄清指示機身輕微擦傷 並不影響戰備任務 受到花蓮強陣影響 搜救行動刻不容緩 不只國軍弟兄 全台警銷也大動員 警銷人員爬上鐵梯 試圖登上建築二樓 花蓮強陣造成天王星大樓嚴重傾斜 一樓梁柱全被壓垮 場面觸目惊心 鏡頭來到建築內部更驚險 室內裝潢淪為一片廢墟 警銷弟兄配合搜救犬一番搜索 終於成功巡獲受困的康姓女子 不過已經失去生命跡象 不光搜救還得搶通守災路段 全台軍警銷分進合集挺進重災區 包含北北基陶 台中台南台東以及高平 分別都派遣搜救隊醫療人員以及土木技師 火速趕往災區池園 盡快搶通彈防路段 強陣無預警來襲 全台軍警消民起心協力 只盼能幫助受災民眾 早日恢復家園 立刻下載靜新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靜善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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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善�